夜遊日本好好玩 经典人气路线 我们刚刚要夜游日本 Kibbo-san说要拉回到东京 这繁华的夜都市了 Kibbo-san 这繁华夜都市的东京晚上怎么玩呢 来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寓座船 安宅玩 这个是坐船 搭船 那因为一般白天 其实可能一般看我们那些 游船都还好 但是这个船晚上其实你知道吗 在上面可以当作是居酒屋在用餐 河上的居酒屋 那屋形船很特别 然后这个船上面它不但有表演 那表演的话是四季剧场 所以他们重金聘请这些 真的很厉害的这个舞技 那在那边表演 表演然后看这个表演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餐 你其实也可以点饮料 但是因为大家如果只有添饮料 大家就会看你 有点忌一样 我是建议就是点个大概7000块日币 7000块 它有一个套餐 7000块 大概台币1400左右 1400左右 那有时候它是那种鮪鱼套餐 那有一些自制的套餐呢 基本上它就类似像那种 讲真的到船上面 你就看看表演 然后吃吃他们的道地的 所谓的风味餐 而且那个船是德船加光 他们那个时候的战船 战船改装的 就用他们那种比例 去做出来富丽堂皇 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星空 是因为你可以到二楼 然后你去它的一个 算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你会发觉其实东京 它的夜空是看得到星星的 然后再搭配它旁边 像不管是东京铁塔 你往后看 然后晴光塔偶尔看到一下 然后彩虹大桥 它整个90分钟的游船 包括吃饭 然后你在那边看一些星空 然后那种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晚上我觉得 基本上不要去错过 像做搭这个船 它的费用大概是1600日币 搭光搭船的部分 搭船是1600 那另外再单点 那我建议直接点 那个7000块的鲑鱼套餐 去感受一下午饰 而且它那个讲真的 那鲑鱼真的还蛮好吃的 那整个游船 它开始登船是 大概是7点15分 晚上 7点 OK 7点15分 然后它大概7点45分 是 就开始游船 一直到9点15才回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流程里面 你不但可以看到 东京繁华的那种督萃 对 然后完了之后 再去唐吉克的都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了吧 重点还是要回去唐吉克的 对对对对 继续买就对了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真的值得来做一下 因为白天的东京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去过很多景点 但晚上的东京 搭船可能玩过的人就很少了 刚刚呢 Keyball长说呢 这个搭船下来 大概是在9点多的时间 一种选择去唐吉克的买东西 但是我不要 因为唐吉克的我常去 白天也可以去 那我就要今天主题在夜游 那我就问一下小方 9点多的东京 还可以去哪里逛呢 就是新宿 新宿啊 这个bar 就热闹了 对 New York 然后这个bar 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在那个一个饭店里面 就直接上他的52楼 哇 超高 这个52楼可以看的夜景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一片灯海 是 对所以整个是怎么讲落地窗这样的玻璃 然后最主要是在这边看夜景 你还可以听音乐会 哦 还有音乐欣赏 我们要有一点内涵 对 要有一点气质 但是呢 如果你要有好的位置 刚刚有讲落地窗嘛 看得到这样子的夜景美景 然后要听音乐会的时候 大概6点半之前就要做好位置了 否则是没有好位置了 是 如果你不只想喝提摇酒 想大可喝啤酒的话 你就一定要来到这个 新宿的怀旧横丁 哦 这里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那在这边有80家 你要听得到你想得到的什么 什么串烧烧烤寿司啊 还有什么一大堆都有 像我最常吃的什么烤鸡翅什么 那像可能其他朋友喜欢吃内脏的 鸡皮啊 鸡皮骨啊 超赞的 对啊 鸡蒸这些内脏的 其实这边真的都很多 一串这样的串烧 只不过百来多的日币 非常便宜 百来多那台币大概30块左右而已 对 真的是 真的你喜欢吃 好吃你就再去拿就对了 那老板也会建议你烤一点蔬菜 因为配些串烧嘛 那中年啤酒也是很便宜啦 总之这么多下来 好好的吃个宵夜 喝个酒 一个人花个500台币 我觉得就已经饱到天花板了你知道吗 真的耶 对 要吃饱喝足了干嘛 回去也好睡觉啊 所以一定要到这个你知道吗 居酒屋喝个啤酒吃个烧烤 我不得不说啊 因为最近的日币真的是便宜 所以你到日本你吃东西很有感 跟台湾香皮 它价格真的是便宜很多的哦 所以你到日本小方推荐的 要么你就上高空看酒吧 然后要么你就到地面 然后呢这个居酒屋走一走 那接下来问一下这晚上不睡觉的心仪 您刚从东京回来 您这次的夜生活有没有一些新玩法啊 来最新景点各位 就是这里 新宿的东极歌舞祭丁塔 多新啊 2023年才刚开幕 屋上有48层 屋下有5层楼 好大 很大又高又大又气派 但是呢要有下一个景语 怎么样 如果你眼睛敏感 耳朵敏感的人要注意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进到里面 你就可以听到那种太鼓咚咚咚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沖繩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你又可以听到有DJ在那边 咚咚咚咚咚 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四面八方而来 然后呢 它的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是有霓虹灯 有日式的这种装扮 然后就是红尘黄绿蓝电子 就是映入眼帘 就是非常的热闹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让你的感官刺激也非常的强烈这样 那来到这边呢 就是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小吃的地方 就叫做歌舞祭丁 恒丁 对 里面就有一个恒丁在里面 大概有十间餐厅 然后这十间餐厅呢 不是都是东京的餐厅喔 它是有来自大阪的餐厅 来自冲绳的 然后来自什么北海道的之类的这样 然后它每一间都很有特色喔 例如说呢 像是来自大阪呢 它就直接把那个道顿角 那三个大字的那个logo 直接搬进来 原汁原味复制 然后例如说来自北海道的那一间 它就做成一个大船入港的样子 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就有很多那种 日本的红灯笼啊 是是是 还有一间呢是上面全部都是那个日式鲸鱼 然后挂满天这样子 非常的漂亮 然后到哪里都觉得很好拍照打卡 然后各种呢这种餐点让你去就是选择 然后因为就是像恒丁嘛 就像刚刚小芳姐说 很多人就会坐在那边 然后就到处你就会听到 Come on! 一起! Come on! 一起! 这样 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很热闹的感觉这样 那它会不会很早关啊 会不会营业时间 我们要不要进去十点就没有关了 我告诉你各位 什么叫做不睡 怎么样 24小时啊 那你也三四点都有就对了 对 没有在跟你睡觉的好吗 没有在睡的好 然后除了这个呢就是恒丁之外呢 对 还有一个呢小朋友最爱的地方 什么东西 就是类似像电动城 你知道吗 然后但是它里面呢这个游戏城很厉害喔 例如说小朋友喜欢扭蛋对不对 一般就是什么舞台啦 六台机器 没有 一整区的扭蛋 一整区的满板的 对 然后还有小朋友喜欢的什么 Mario赛车啊 连线啊 各式各样 或者是青少年 比较喜欢那种 有点类似实境的那种 游戏通通都有 那在这边除此之外呢 还有电影院啊 有剧院啊 然后里头光这一栋里面就有两间饭店 哇 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 住在上面的饭店 哎玩一玩要去睡一下 再玩一玩再睡一下 对不对 然后高空酒吧 刚刚提到我们也有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夜景 所以呢 如果呢就是有机会 最近来到东京 对 这里一定要去看看 哎这个厉害了好不好 全新开幕 还没满周睡的好不好 整个歌舞祭丁浓缩在一栋大楼里面 只是说这样玩下来 我们年纪也有了 还是会累 晚上还是要找个地方睡的话 问一下艾瑞克 就睡在这里吗 当然啊 想要party all night 是不是住在新宿好不好 好 对直接住在你的歌舞祭丁 好 好 刚刚Sindy都讲了楼上有两间饭店 那干嘛还去别的地方 开不住啊 就是最新开幕的 对我今天要介绍这个呢 就是在刚刚介绍的 歌舞祭丁浓缩上面的 叫做新宿冰乐雅环旅酒店 而且它是在2023年的5月开幕的 我最喜欢新饭店了 新的大楼新的饭店 新的人生夜生活 真的 怎么说呢 刚刚Sindy已经讲了这个饭店 这个位置实在太好了 它楼下就是这个机场巴士站 所以你就直接从机场坐到这个Tower楼下 然后直接上楼就到了 所以它location交通一定是非常棒的 那在新开的饭店 它有很强烈的艺术跟设计感 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一区呢 其实很多这种音乐啊艺术的啊 所以它整个饭店是以这种黑胶唱片 作为它的这个灵感设计来源 那它的饭店房间呢 非常的有设计感 而且很有质感 因为光是比如说你进去 在20平方公尺的这个空间里面 它就把它分成三个区域 用地板的木地板 磁砖跟地毯 来分成三个不同的区域 然后里面很多细节 比如说它有很高级的音响 然后很高级的这个沐浴被瓶等等的 那另外呢 还有它有跟几个设计师 有三个设计师 结合非常有特色的 独一无二的特色房型 比如说像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墙面啊 全部都是用那种卡式的那种录音带 做成整密的墙 因为其实新宿歌舞基丁 Tower这个location 以前就是集合音乐啊 剧场啊 电影院啊 就是跟艺术啊 然后一些表演相关的一些地方 所以它就是融合了音乐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音乐 喜欢艺术的 你可以选择预算比较高的 这种特色客房 然后它这个房间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 因为刚刚讲到它很多这个卡带嘛 这个设计师呢 艺术师 用了这个卡夹 录了很多新宿当地的声音 所以让你回到房间 你还可以播放真的取自于新宿的一些声音 真的是整晚都不让你睡 真的是不让你睡 但是你就是可以 让你就是完全沉浸式的 在这个新宿的夜生活 不夜成24小时 都让你沉浸在这个新宿的感官里面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蛮推荐这间给大家 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地点那么好 价格稍微的高了一点 一个晚上就多少千 一万块 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 含早餐喔 而且很新的一个饭店 推荐给大家了 只是呢 刚刚呢 我们第一段去了北海道 去了东北 第二段我们来了东京 都在过日本的夜生活 那接下来压走 我注意一下心仪了 日本还有哪里要夜游的话 您很推荐不能错过的 既然都讲到了关东东京 关系的大阪 怎么能忘记呢 带大家来大阪当星光仙子 好喔 所以接下来压于关系单 星光仙子呢 代替月亮惩罚你吗 怎么回事 休息一下